说起焦大博士李洪业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当年在相声有心人节目的舞台上 李洪业因为怒怼评委郭德纲而被大家所熟知 随后李洪业也是参加了多档综艺节目 不过这两年李洪业和焦大相声开始淡出观众视野 这两天这位在早年间小有名气的李洪业转发了一条动态 动态的内容是他自己参加某知名自媒体的采访视频 视频长达11分钟 在采访中李洪业说道 因为疫情的原因别说去焦大说相声了 他们连大门都不让进 在焦大表演了一个原创相声剧 之前上千人的场子都能坐满 现在不仅搬到了地下室 结果300人的场子加上演员才100多个 很多人会说你很久没看到你在焦大里的演出了 是因为新冠疫情别说演出了就是焦大根本就不让我进 在今年的5月份他们又重新复办了一次第16台相声剧 以前的场地是在京津堂学校的大礼堂1000多人 这次也无奈地搬到了图书馆的地下室300多人 按理说每年都有演出 很长时间没有演出的 观众肯定是如鸡似渴 又是300人的场地坐满一杆不难 但是那次演出 一共只来了100个不到的观众 坦白说很久没有露面的李洪业 还是曾经的模样就是胖了很多 想来小日子过得应该不错 他在视频中还是侃侃而谈 引经据典 讲述的还是参加相声有心人时的那点事 还表示当初是节目组把我剪辑成现在的样子 感谢采访自己的自媒体 没有恶魔化我 对于李洪业 很多心入相声坑的观众不知道他 李洪业 焦大的博士 曾带着自创的公式相声 参加相声有心人 表演了一个很尬的相声节目 虽然在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但他在节目中的没礼貌 自傲又自大的行为 使场内外的观众都觉得烦 李洪业在节目播出之后 短暂的红了一段时间 伴随着当时的热度也参加了很多的综艺 其中就有央视的首届中国相声小品大赛 但是随着热度的消逝 再加上他们表演的严格不是什么正经的相声 李洪业和公式相声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中 他从头到尾讲述了疫情下的电影市场和他自己交大相声的现场 总之就是一句话 因为疫情的原因 交大的相声和电影市场一样都是低迷的 俗话说烂船还有三金钉 对李洪业和公式相声痴迷的人还真有 在这位自媒体大号的采访视频发出去不久 这位铁粉就赶到了现场评论 大理老师别慌 只要你还在 只要交大相邪招牌还在 一定会有更多的故事的 注意身体 你看又熬夜了呗 随后李洪业转发并评论了这位铁粉 其实李洪业和这位铁粉互动也不是一两次的 但凡有李洪业的消息 这位铁粉总是冲在第一位 外界对李洪业和公式相声充满质疑 但我们的这位创始人却充满了自信 他说我们心语相声迟早能熬过低谷 只不过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 也不是顺气自然的 我们注定会东山再起 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 看过了大增老师等人的表演 我觉得我也是信心大增 我相信啊 不管是现在的交大相声剧 电影院的票房 还是NBA的勇士国 他们迟早还是能熬过低谷 重铸回皇 讲实话 对李洪业把电影和公式相声做对比 直言电影市场和公式相声 都是因为疫情导致低谷的言论 不参同 因为电影确实是因为大环境导致的低谷 不过公式相声巅峰过吗 虽然对于李洪业的公式相声 外界充满争议 不过正如很多网友说的那样 我们还是应该以更加多元和宽容的心态去看待 还是希望公式相声能够重新崛起 为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吧